好 來看到的是在今天呢 北部的朋友就在想了 又要下雨了 確實在今天雨會持續的下 好 在目前呢 我們知道就是白天過後 強降雨的範圍有可能會擴大 西半部以及東北部都容易出現 短時強降雨 有大雨或者是好雨 特別是在南部山區 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而且這一波的美雨封面治療 說有可能對台灣的影響 再增加7天左右 好 最在意的就是 我們的中南部的這些水庫 有沒有可能在這一波的 強降雨當中 能夠來解除一下漢象 在今天上午呢 計上局這邊他們發佈了 今年第一次的一個 局部較大規模或較劇烈好雨作業 我們來聽聽剛剛記者會他們怎麼說 今天到下週一受到滋留方面的影響 因此在台灣附近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尤其在今明兩天 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會有局部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率 甚至在南部的山區 會有局部大好雨等級的雨量發生 因此氣壓局在今天特別 啟動了0605滋留封面的好雨事件 我們要提醒大家 從衛星雲圖上面可以看到封面的位置在這裡 封面的位置上面有許多這種紫色白色 比較大顆的對流雲系發展 這代表在這些對流雲系發展的下面 它其實降雨是非常的明顯的 而台灣東側這顆比較大的 是昨天簡陸為熱帶性低氣壓的彩雲颱風 它未來向東北持續移動 其實未來對台灣的發展 對台灣的影響並不大 我們要注意的是在台灣的西南側這邊 有許多這種這麼大顆的對流雲系 尤其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這個對流雲系對南部地區 有帶來一些比較短時的強降雨 時雨量大概在10毫米到20毫米之間 這樣的雨勢其實在短時間來說 還算是大的 預估今天一整天來說 南部地區都是要特別注意 這樣的降雨情況 中部以北 東北部地區 其他地區也都會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我們等一下會用電量降水預報 來為大家說明 那麼從這樣的降雨情況來看的話 天氣來說對台灣是不穩定的情形 因此西南局在今天早上 有發佈好雨特報 特別針對的就是在中南部地區 發佈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其中在高、坪、不管坪地或山區 以及在嘉義跟台南的山區 也都會有局部好雨發生的情形 今天到明天都會有這種短延時的強降雨 也就是在非常短的時間 就會有非常猛烈的雨勢 像這樣的降雨的情況 其他局會更新更新最新的資訊 滾動的去發佈我們的好雨特報的區域 範圍還有等級 我們從電量降水預報圖上面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白天來說 在西半部地區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北部來說在白天可能相對來說 會有些下雨但是並沒有那麼的明顯 東半部也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還是要特別注意到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降雨的範圍有所改變 等級也有比較明顯的改變 南部地區降雨還是持續 但是在高坪地區的話 有一些紫色區塊的地方 代表這些雨勢來得很大很明顯 因此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今天在南部地區的降雨 尤其在平地或山區 都要注意這種短延時的強降雨之外 它下的時間可能也相對是比較長的 那麼雖然說在最近來說不是大潮的影響 但是在下雨比較明顯比較持續的情況之下 在沿海地區可能都還是會有一些 急淹水的情形發生 另外我們還是要提醒在中部以北地區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也是有一波比較明顯的雨勢通過 所以雨股在中部以北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雨勢 也是發生在山區平地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今明兩天 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可能都會有局部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率 特別南部山區 可能都會有將近大好雨等級的雨量 大家特別注意這兩天的下雨所帶來的影響 今天我們會有很多天的雨 我們會在那邊看 我們會有很多天的雨 我們會不會嘗試 我們會有很多天的雨 然後我們會有很多天的雨 尤其是兩天的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